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是看过电视剧《最好的我们》之后 才认识了谭松一和董晴 在爱剧中他们是一个心思细腻的耿耿 一个是性格爽朗 大大咧咧的贝塔 这样的同学感情在人世中才是最真实细腻的感情 很多人长大以后就把这样的感情弄丢了 但是谭松一和董晴却越发着戏真作 将拍戏的感情延续到了生活当中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谭松一和董晴的姐妹之情 就像是最好的我们留给大家的菜单 让我们看到了长大后的耿耿黑贝塔 两个小姐妹经常一起旅行 拍很多很好看的照片 照片里的她们笑容总是那么的肆无忌惮 只有特别合拍特别磨叽的朋友 才会一起旅行 这样单纯的友谊让人羡慕 董晴说谭松一是和自己在游乐场 里一起奔跑的小伙伴 而谭松一说我们不用每条微博都留言 因为背方一直都在 这样细水长流的友谊让人羡慕 很多人亲其一生 可能都遇不到这样一个默契 这么合拍的朋友 希望两个人要一直这么好下去 说起来女性很多网友都知道 她们有着精致的面孔 或者是有着让人羡慕的身材 但是有不少人都觉得 大家看不到的女性都不算是真实的状态 因为她们总会被美颜滤镜所保护 当女性失去美颜滤镜 迪丽热霸精致谈松一可爱 杨幂让大家看愣了 失去美颜滤镜的女星 还是你们的女神吗 说起迪丽热霸 很多网友都表示 她不愧是新疆出来的女生 长相真的是相当的精致 即使是岁月恩戴着口罩 也不影响她的颜值 这个样子的迪丽热霸 还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看起来还是相当的不错 有网友直言道 失去美颜滤镜的迪丽热霸 颜值还是一如既往的出众 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很精致 说起来谭松一 很多网友都知道 她是一个娃娃的女星 很多网友都知道 谭松一在经历了妈妈去世之后 变得沉稳了起来 脸上的笑容少了 整个人看起来成熟稳重了 谭松一的素颜 让人看起来还是 至其为托的感觉 很多网友都觉得 谭松一的素颜 还比较可爱的呢 而说起来杨幂啊 很多网友都知道 她在娱乐圈里面 并不算年轻 已经是一个30多岁的女星了 但是她的素颜 给人的整体感觉 真的是非常完美 似乎找不出任何缺点 很多网友看完 杨幂的素颜都愣了 她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个30多岁姑娘 该有的状态 有网友之言 当道女星失忆 失去美颜滤镜 迪丽热巴精致 谭松一可爱 杨幂让大家看愣了 你们最喜欢 哪位女星的素颜状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